10月14日的下午,曼谷市开始下雨 很多人担心在曼谷市中心或游客区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首先去四面神那边看一看 这里就是曼谷四面神的地方 镜头所见还未出现水浸 不过雨就开始几大了 这里就是曼谷的空铁站 现在所见依然有很多游客和本地的市民 好像平时那样生活 去商场里面看一看 正当曼谷市以外部分的地方 又和在泰国其他省份受到水灾的影响之際 在曼谷市里面这个商场 情况似乎和平时没什么分别 虽然现时曼谷游客区的情况不算太恶劣 但是正所谓不怕一万最怕万一 部分百货商场门口已经准备订了一些沙袋 以防万一 至于商场的food talk里面依然是这么多人 暂时这个商场又或者这一区里面 都还未受到水灾的影响 虽然有报道说商场里面有人抢粮抢米 但是现在我自身这个商场里面 就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也有报道指出说那些面被人抢了 那看看货架上面 真的没有了很多的面 但是员工也不断去加货添货 目前所见 这里都不至于全部空白 拿去抢了 不过怎么也好 真真正正洪水的高峰期就是15和16号 现在没事不代表日后会没事 如果大家这时候在马谷的话 就要多点留意 多点小心 尤其是一些河边地方和低华地带 就千万不要去 尽量留在游客区和市中心 那它情况就可能会好一点 李先生你也是一个记者 那今次呢 我见到过来採访的时候 那其实你所见的情况有多恶劣呢 和你担不担心 曼谷真是会在市中心里面都浸起上来呢 因为我主要都是在曼谷市中心做採访 所以其实呢 我又见到 不是说很多地方 有什么大的水浸 那样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说 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 好像那些渠位 在去水浸得某 顺畅的 一些浸浸了的位置 其实情况就有时候 好像在香港见到你那些一样 那担不担心 情况会很恶劣呢 我想市中心 其实不会太过担心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作为游客的话 你都会留在一些商场 或者一些酒店那里 其实都很多时候 都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只不过就是 有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搭车 到处走的话 一定不要删车 那些几天 如果你又想着 有很多户外的活动的话 因为到处都下雨 可能有少少水浸的情况 那就可能会对大家 有点数行 幸好大雨 不是下了很久 转眼间 天气又再放晴 还出太阳 希望未来的日子 不要再下这么大雨就好了